你是在写我吗 键盘上断断续续轻微敲击声 让一凡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背后的凉气让他顿感毛骨悚然 仿佛有阵阵且冰凉的呼吸吹到了他的脖子上 他努力的想转过头去看一下 可是无论如何也没有那个勇气 不觉间冷汗已经亲透了他的T恤 依凡敲着键盘这样写着 并且脑子里不断的想象那种场景 只有设身触地的去想 才能写出更好的恐怖氛围 没错 依凡是一个恐怖故事的写手 如果他一回头 应该会看到什么样的场景呢 依凡这样考虑着 手指停了下来 脑子却在迅速地转起来 他想象着自己背后有诡异 自己猛然回头 不多时 依凡脑子里闪过无数恐怖的画面 想到最后他自己都觉得背后有些阴凉 这才满意地笑了一下 敲打出刚才脑中的场景和氛围 保存草稿 依凡点了一支烟 并且伸了个懒腰 仿佛有阵阵微弱 且冰凉的呼气吹到了他的脖子上 刚刚写下的部分故事内容还在脑中 环绕伊凡身边的烟雾剧烈地飘了一下 好像有股气流从后面吹了过来 伊凡感觉自己的脖子好像也感到了那股凉气 伊凡的脸抽搐了一下 随即他想笑 对自己刚才写的部分故事也非常的满意 因为他自己好像处在故事中那般 心中涌动着若有若无的恐惧 故事中主人公背后的脸 也好像出现在了自己的身后 他晃了晃脑袋 甩掉杂念 伊凡从柜子里拿出泡面先得解决饿肚子的问题 填饱了肚子的伊凡 平复了一下心情 再次打开文件中的草稿 阅读自己写过的故事 好为接下来做好衔接 他死死地闭上眼睛 面容抽搐着 努力让自己静下来 他决定了 睁开眼睛猛地回头看 看到底是什么在自己背后 嗯 就这么办 他长出了一口气 慢慢地睁开眼睛 啊的一声惊呼 本想回头看 可他刚睁开眼睛 一张惨白带着邪笑的脸 赫然出现在他的眼前 近在咫尺 伊凡一口气读完了之前写的稿子 对这段尤为满意 读者一定想不到 本该在背后的东西 一下子出现在眼前 那该有多刺激 想着其中的场景 甚至自己都接受不了那种刺激 不觉间天已经黑了 没开灯的房间 只有伊凡面前的电脑屏 这唯一的光源 亮着的屏幕将伊凡的脸照得惨白 而房间其他的事物 在电脑屏幕的照射下 也都成了黑色虚无的 好像不经意间的呼吸那般 一股微弱的气流 吹到了伊凡的脸上 伊凡此刻正在看着电脑 刚想到自己所写的 伊凡觉得自己的面前 有一张一模一样的脸 此刻他的眼睛被屏幕照得太久 电脑以外的事物都是漆黑的 可那张脸好像掠过眼睛 直接进到自己的脑子里 你是在写我吗 不知怎地 伊凡心里出现了 这样一个空灵的声音 这绝对不是自己耳朵听到的 但他真的听到了 你是在写我吗 一向无神论的伊凡 这时也有些心里发毛 看看我 邪我 就看看我呀 那空灵的声音充满着魅惑 不断地在伊凡的脑子里 心里回荡着 伊凡的额头一出了汗水 他迟迟没有胆量 用手机照亮自己的周围 如果真的照亮周围 会看到什么呢 伊凡压下心中的恐惧 还是埋头继续在键盘上敲击 这张脸 写到这儿 伊凡脑子空了 那是张什么样的脸呢 到底应该是什么模样呢 苦想了十多分钟 一个字也再没写出来 惨白的 带着邪笑 这么简单的描述 怎么能够呢 又一股若有若无的阴凉气息 掠过伊凡的脸 此时伊凡就好像同一个人面对面坐着 此刻自己埋头敲击着键盘 而对面的人在注视着他 写我就看看我呀 那勾人魂魄的声音再次回荡起来 阴凉的气息越来越重 似乎连自己的头皮也被这气息浮得微微发痒 就好像面前的人越来越近 看看我呀 邪我就看看我呀 是啊 邪你就抬头看看你呀 看着你不就知道是一张什么样的脸了吗 不知道怎么的 伊凡居然冒出这样诡异的念头 伊凡被自己的古怪想法惊出了一身冷汗 抬头真的能看到吗 会看到什么呢 如果真的看到了又会发生什么 从事恐怖小说写手这份工作以来 伊凡从来都是要求自己的作品一定要完整 每一部都按照自己最好的水平来要求 可现在卡在这个地方没有下文 这是伊凡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 在写我吗 看看我呀 好啊 只要能让我写到更好的故事 那我就看看你吧 带着忐忑而又有一种释怀的心情 伊凡慢慢抬起了头 并用手机照亮了电脑屏幕后的黑暗 伊凡多年好友 安浩像往常一样等待着伊凡一起去晨跑 可是从不迟到的伊凡晚了半个钟头还没有到 于是安浩拨通了伊凡的电话居然没有人接 安浩有些不放心 来到伊凡的出租房 敲了几下门也没见动静 安浩用伊凡给的备用钥匙打开了门 伊凡 醒醒 伊凡 开了门 安浩赫然发现伊凡倒在地上 面色铁青 猙獰扭曲 像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吓 此刻没有了呼吸 身体已经凉了 死者死亡的时间为前一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之间 由于极度恐惧 肾上腺释放了大量的茶分安 促使心跳加快 血压升高 过快的血液循环 使心肌纤维撕裂 从而导致心跳骤停致死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吓死了 法医的话让安浩不解 是什么让伊凡受到这么大的惊恐呢 在伊凡的电脑文档里 还有他未完成的恐怖故事 而在故事的最后一句 赫然是一行红色的字体 你是在写我吗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